今天我们来看看什么是Object Oriented Programming OOP 我们会用写Drone Programming的App 例如Tickle App 去解释这个比较复杂的观念 OO Object Oriented Programming 这个所谓OO 其实是一个写Program的策略 一个Strategy 就是用一些很大型的Program 就用OO写 会有效益很多 Object Oriented Programming的世界里面 他们写Program的想法 或者他的世界观 跟我们写Pascal很不同 Pascal就是Procedure 就是逐个Step by Step 这样写 OO很有趣 他不是Step by Step做 他看每一个事物 都当他一个Object 世界上任何一件事 他都当是一个Object 一个物件来的 例如我们用一个机型 去表达 譬如Drone 这个叫Dash & Dock 其实这个是一个实体的Object 它有它的颜色 譬如这只 Dash & Dock Rolling Spider 会飞的 其中一个Method 或者一个功能 有一个function 就是可以向前飞 可以向前飞 距离 距离 这些都是 每一个物件 一定有它的特性 以及它的Method 一个操控的方法 所以OO里面 Object是一个基础 每个Object 都有它的相应的Property 它的特性 以及有它的Method 一个控制它的方法 或者是一个功能 在Programming Language里面 其实它有一个功能 跟我还有相关的 另一个概念 就是所谓叫class 即是说 比如它是这样的Object 物件 其实它是归类的 比如这个Dash & Dock 这个Ring Spider 其实我们统称 叫它做Drone 机械人 Drone 就是它们的 称呼 这个class里面 其实可能有很多不同的 Drone 就是有很多不同的Object 比如它叫Dash & Dock 有一个 有一个叫Airborne Cargo 有一个叫BB8 有一个叫Oli 这些全部都是属于 在Drone的class里面的Object 这是一个class 下面有很多不同的Object 都有不同的名称 都很明显的 class其实是一个统称 Drone的统称 实体就叫Object 现实世界那样的 才叫Object 所以理想上 在Object Oriented Programming 的世界里面 其实人们写句 譬如我真的写句 出来 基本上 是考虑了个class 先 先考虑了个class 跟着 才考虑那些Object 是怎样的事 这样会解释 为何要想到个class 这些调转头 不是想个实体 怎样Program Dash & Dock 他想到整个class 是怎样去做 有个structure 有个design 有个全盘想法 才去考虑那些Object 你看这张slide Drone 是一个统称class 来的 其实你可以 主要分到两大类的 Flying Drone 会飞的Drone 以及不会飞的 在地下转的 Rolling Drone 在Flying Drone 这个class里面 就有两个Object 例如是Airborne Cargo 和Rolling Spider 我们都玩过其中一只 另外 Rolling Drone 比如这只BB8 Star Wars 这部器里面 出现了它的情节 Dash & Dock Jumping Sumo Oni 全部都是Rolling Drone 在地下转的 一些机器 所以实际写Program的时候 是会先考虑这些 不同的Object 的class 我们统计叫Drone 写Program 由这里开始 再散下来 我们慢慢 会再做其他东西 所以很有趣 写Program 不是再去Program 是Program上面那层 例如 例如 Rolling Drone 在地下转的Drone 我们帮它写Program 是先考虑个class 整个class的 一些共同特征 譬如 它都没有逆 你就不会Program到 它有个 takeoff的 即是起飞的 function method 或者command 你一定不会可以做这件事的 因为它根本没有逆 不能够飞 它的设计不是这样的 所以 我们Program的时候 是先考虑个class 或者 反过 Flying Drone 它就只会飞 它没有转的 它就不会原来转 写Program的时候 也不会考虑 它会认识原来转 这个功能 所以 先考虑个class 它的class 但是当上了 Drone 层面 最头顶的class 你就会考虑 究竟 这里这么多个object 会有什么共通的特点 那我们先去Program 比如举例 可能就是大家会向前走的 move 这个command 大家共通 可能不是 这个是飞 这个是在地上走 但是 大家都是向前move 只不过一个在其中飞 一个在地上转 这个command 是大家都应该共同拥有的 所以Program的时候 会先考虑 它们这几个object 共通的特点 就是class 做到它先 实际真的要写这些code 给到object的时候 直接在上面抄下来 这样就可以 省到时间 省到功夫